特斯拉Model 3乘美国最热销二手车型 部分二手车价格超新车 新浪科技训北京时间10月15日下午消息 据报道 Model 3目前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二手车 售价有时甚至会高于新车 当前影响汽车行业的芯片短缺 已经渗透到二手车市场 政府为电动汽车消费者提供的新车购置补贴 必然压低二手车售价 因为在美国购买相同的新车 将获得7500美元的免税优惠 例如特斯拉正在以6.07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一辆2019年的Model 3 长距离续航版全轮驱动车型 其行驶里程刚刚超过9000英里